大家好 今天是大家来练基本功 每天手指做运动 第30天 我是林方一老师 今天 我们来练放松 第四章节的落剑双手 今天带大家 整个章节 弹奏一遍 落剑是放松 非常好的练习 从一开始第1章节到第3章节 我们都是分手 练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练习合手 一定要记得 我们在第1章节前面的图片 手要先提起来 让它放松的样子掉下去 提起来 掉下去 这个动作一定要确实 提起来的时候手记得不要这样 一定要放松 掉下去 掉下去的时候 声音不可以啪啪 不可以这样 大胆的落下 可以快一点 但是都要这样有弹性的声音 记得手一定要检查 空中也放松 然后13指也可以 弱剑 三五指也可以弱剑 整首这样弹 接着我们来弹第2小手 接着我们来弹第2小手 第2小手是降V大调 我的第1刷 是 一个位置 弹一次 类似这样 因为学生会像我刚刚那样 不小心会不准 而且他们 因为有降记号 所以会常常 初学者会很容易抓不到 那个感觉 所以我在第2刷 就让他一个音弹两次 这个位置弹两次 所以通常第一个 啪啪的 第2次他就会 稍微好一点 因为你已经知道他的距离 他的手心 就会弹好一点 再来 记得 为了放松 可以每个位置 很慢 确实的 放松 确实让他掉落下去 记得 下去的时候 如果这样 就要再一次 好 确定我所有的力气 像这样 我们就再一次 确定我所有的力气 都往下吹掉 放松了以后 我可以加速 再来我们来弹 第3首 第3首是反向 相反方向走再回来 我的第1刷 是从这个 會讓學生練到高八度的兩個八度的抖音再回來 後來我發現難度太高 所以我第二刷改成一個八度就好了 這樣的練習是讓學生敢離開鋼琴 還有對於琴鍵跟琴鍵之間的距離非常舒適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四小手 第四小手我設計的是跟哈龍有一點點像 但是短很多讓學生不要負擔 我在教這首的時候會先請學生先分析一下 從抖音出發以後我們會往上彈到高音的抖音 兩個八度之後我們下來會到RE發 我們到RE發是所謂的中繼站中間的中繼站RE發 我們會往上咻咻咻咻咻到這裡 我們再往下反向到RE發之後我們會一起到DO MI之後我們會反向然後再回來 就是要知道什麼時候是一起出去 彈到RE發之後我們會一起反向 再回來還是再到RE發 然後我們一起下來到DO MI DO MI以後再反向出去到DO MI 然後再回來 我會不會請他這樣首先移一遍 因為他知道他的手要往那個方向的指時候 還有他的中點站跟中繼站之後就可以放心大膽的落跡 好我們到RE發 反向 好 MI收 可以慢一點程度不好 你不用想那麼快 可以到這麼慢 好 可以更慢 可以更慢 這是今天的大家來練基本功 每天手指做運動 我們明天見